好多花友特别喜欢养那种爬墙的花 老师问老外有没有一种爬墙的花 最好是开花还香的 这个真的有 就是我手里面拿的 这个叫风车茉莉 你要了解 它只是开花的形状像小风车 它并不是茉莉 这个东西是家族陶科的 家族陶科有毒 你只要不吃它能有毒吗 你说看也没事 闻也没事 你这么扒了它默默也没事 你要是养一养就有毒的话 我说我们这养风车茉莉 这不第一个死了 这个你放心就行了吧 好吧没啥事 好咱们接下来画出正题 说一下它的基础养护 这个东西耐含能力很优秀 你说零下十几度都可以盆栽 露天室外跃动 就像我们山东地区 就完全可以 整个的就带着这种盆 室外都动不死 那有的话说 哎呦看冬天都干本了 你掐一下看看 里边不干本它都死不了 干吐了你别忘了给点水 好吧 也可以地摘 全国各地都可以实现地摘 但是可能黑龙江那边就差点意思 可能还会冻伤 对吧 这样一个呢 有的话说它对于光照 它的耐阴性很好 就是你可以种到你们的北墙 北院墙也可以 但是没有光照的话 它不怎么爱开花 还是喜欢光照的 夏季高温的时候 你像家族陶克的 大部分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都会陷入短暂的休眠 短暂的休眠 好这话说 老花一我这个夏天怎么地呢 夏天的时候稍微的控水控肥 让它平安的度过 到了春秋天 你正常的施肥 那个没事 施肥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知道 植物在长得越旺的时候 你越是给 就是说 它长得越快 你越给肥 它长得越慢 你就越停肥就行了 这个妥妥的 出不了毛病 它是可以爬墙的 大家也可以组起来 那种花篮或者花墙 做各种的艺术造型 都可以的 一般开花呢 是在春季 有的花肉 养得比较好一点的话 你像昆明那边的话 它可能开花时间 会更久一些 像昆明那边的话 估计能开两三个月之久 像我们山东那边的话 也就开一个多月 就到了夏天了 就很热了 它就不怎么爱开了 到了秋天 它就开始 该是要 继续一下过冬的能量 这个也是看植物的 一个习性的 风川墨里 非常的不错 有的话说 老花你怎么不卖点 黄色的跟粉色的 只卖白色的呢 宝贝 黄色的跟粉色的呢 只是说 好看一点点而已 它的花量和养护 养护起来 并没有白色的那么优秀 建议大家呢 练手的话呢 入门的话 可以从这个开始练起 好吧 这个呢 是我们去年 去年的一家轮 养了一整年 今年没有涨价 还是那个价格 咱们家已经上架了 另外关于大家伙 要知识和茉莉的宝贝 要过两天了 我正在很努力的 给大家寻找货源 一定要找到最华赛的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整 表得不错 点个赞 干啥